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期是遭到警发查气了枪炮案件 疑似心声不满 进而犯案 而当时其实这起深夜枪战 这阳性嫌犯遭逮捕时 身上竟然是穿有着防弹衣 明显有备而来 而当时这警方跟嫌犯两人 其实是一共是开了99枪相当的多 而他工程警多年前曾经被殴打 却疑似遭到吃案 怒气冲冲脱纹 抽出抽指纹 这五个小时之后就持枪扫射了派出所 全身刺青一山不整的男子 被警方上铐带上警车 他就是23号晚间 带着枪支扫射桃园警服派出所的阳性嫌犯 经过半小时激烈驳火狼狈落网 阳性嫌犯被捕后 身上竟然穿有防弹衣 只在走后背有弹着点 但没有造成受伤 可想而知他是有备而来 阳性嫌犯脸书贴文 满满写下仇警言论 他公称多年前曾被人殴打 母亲到警服所报案却不了了之 因此怀恨在心 po文五个小时后就冲派出所扫射 嫌犯当时带着一把冲锋枪 以及两把手枪 但其中一支木柄握把的枪支 是来自杰克生产的歇式全自动手枪 属于重量轻手枪形式 但本身配备有伸缩式的枪托 通常作为杰克特种部队反恐部队使用 其实过去他就曾因为枪炮案件 招待两次 去年五月阳性嫌犯位于龟山住处 被警方查获大批空气枪才被逮捕 他自称是大树林邦还有毒品 妨害自由前科 因为怕被寻仇才会涌枪自重 他还曾脸书贴文 嚣张亮出家里的枪支照 犹如小型军火库 阳性嫌犯曾因为放款借贷夺此招待 如今又传出持枪扫射派出所 警方也将持续厘清背后主因 借綜合报的 再来聚焦到的是社会焦点 昨天桃园市发生了激烈的警匪枪战 昨晚深夜十一点 多久一名阳性的嫌犯开车 来到了桃园警服派出所 连开了数枪示威 随后驾车逃逸 警方迅速的反应追捕 这双方在永安路一处路口 爆发了激烈的枪战 双方搏火近九十九枪 这警方强力的夹击拦阻 最后将人给逮捕 这嫌犯是身穿着防弹背心 虽然重弹 但只有背部红肿 在他身上 起出了两把手枪 和一把冲锋枪 这犯案动机相当明确 同仁当街警匪伯火 第一线远警呼叫支援 警力抵达却看见同学倒地 嫌犯把枪伸出窗外连开多枪 远警不幸中弹 人痛的倒地不起 但人躺在地上 继续朝逃逸的车辆开枪 直到清空弹夹 但正是嫌犯已经一脚油门 留置大吉 就怕子弹部长夜会有无辜民众受到攻击 时间退回几分钟前 阳性嫌犯还到桃园分局 警服派出所开枪 门口两片玻璃碎成拘束网状 甚至连服务台隔板也被贯穿 一共留下拔住弹口 警力警车倾巢而出围捕嫌犯 23号晚上11点多 阳性嫌犯带着三把改造枪制 来到桃园市警服派出所开枪 随即驾车投意 警方跟嫌犯在列行路 永安路口再次转开驳火 不过最终还是被嫌犯给跑了 最终警方在2.5公里外 永安路赴国路口才终于将人逮捕 阳性嫌犯开了40枪 远禁59发 双方登街捕获开了就是九桥 一個晚上就开了99发子弹 桃园深夜充斥震耳日龙的枪 连弹雨 要民族怎么才能 相信治安 继续消灭 网小华 桃园长报道